我們的工作就是每天看新聞 看美國值得討論的議題還有話題 一些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還有一些價值觀的研討 當我們每天在看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新聞媒體在打自己的臉 例如佩洛西訪台 中國大陸一開始說別來 來了的話就有大事發生 後來變成美帝國主義極先鋒 別亡火自焚 你來的話我們就把你飛機打下來 後來又變成佩洛西來台其實是做面子的 沒有想要讓台海起衝突 這一切都是台獨勢力搞出來的 我們要針對台灣的台獨勢力 進行打擊跟軍事演習 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從抗議美國 變成針對美國變成威脅美國 再變成美國是被利用的 其實真正的敵人是台灣 這個新聞我們基本上沒有報 其實錄了 但是覺得沒什麼幫助 討論也沒什麼意義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美國媒體對於烏克蘭戰爭的態度轉變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被告知的都是 烏克蘭不只是一個被俄羅斯侵入的東歐國家 烏克蘭其實是西方世界的代表 烏克蘭其實是民主的最前線 我們要全力支持烏克蘭 要把所有的物資資源全部都給烏克蘭 保衛烏克蘭人人有責 烏克蘭萬歲萬歲萬萬歲 責蓮斯基是史上最勇敢的領導者 清廉勇猛沒有懼怕 你以為真愛可以驅走恐懼嗎 No 其實責蓮斯基才可以驅走恐懼 他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 他要多少武器就給多少武器 現在這些媒體吹捧了烏克蘭這麼久 一堆人什麼把Facebook的頭像 換成烏克蘭的國旗的這些人 現在他們的觀點改變了 現在他們說的是 我們給烏克蘭政府的那些 絕大多數都消失了 我們看到這個絕大多數的威武器 進入烏克蘭 我們有意識到哪裡他們走 我們不知道 我們真的不知道 沒有資訊 到哪裡他們走 我們完全沒有資訊 兵器的攻擊機器,兵器機器,兵器機器, 十億萬萬的攻擊機器, 但在一場戰爭, 直到不小心訊息, 不少所有的食物都達到目的目標。 真的嗎? 是喔? 我們... 不是一直在說的就是這個嗎? 對不對? 保守派一直說這些東西說了好久了, 然後我們被說成是我們在支持普丁, 支持俄罗斯 说真的 我们两个都被说过 有些观众说 我们支持乌克兰 支持深层政府的敌基督 是要退订我们的频道 有些观众说 我们在支持普丁 不在乎世界和平的自由之类的 然后不看我们节目 有些人说 我们是墙头草两边倒 怎么一直在变 其实我们的立场 一直都没有变 只是现在CBS 也跟我们在说一样的事情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说 我们应该要给乌克兰 这么多免费的武器吗 那个国家不是 一直以来都是出了名的腐败吗 他们要的话用买的就好了 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报道 好像不是很完整 要不要看一下双方的报道 再做决定 我们谁都不支持 乌克兰跟俄罗斯就是狗咬狗 但是 这些都不行说 只要批评乌克兰 就是支持普丁 重建苏联共产主义帝国 只要批评俄罗斯 就是思想扭曲 加入了深层政府 只要我们不支持乌克兰 不想给钱 不想给武器 就是诺夫 共产党 不支持民主 不支持美国 结果现在他们在讲 一模一样的话 我们已经一段时间 没有讲到乌克兰了 因为这个战争变成了一个 很无聊又没有目的的战争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被告知说 这个战争三四天 一个星期就会打完了 但是这个战争 已经打了很久了 至少从2014年就开始打 事实上就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文化战争 不只在2014 甚至苏联时期 乌克兰跟俄罗斯 就已经有摩擦的千年历史了 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观点都是 这个complicated 很复杂 我不太可能完全懂 我敢保证 连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人 都没办法完全懂 但是很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 每个人都认为说 你要表态 你要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 就应该要出动美国的101空降师 帮助这个现在丘吉尔 泽连斯基打死俄罗斯 或者是普丁跟当时的川普一样 是神的仆人 你仔细想想 俄罗斯多棒 基督教国家 也反同婚 这个才是世界级的真正领导者 所以在LINE 还有在Telegram上面的一堆阴谋论 每一个人一看 就好像自己都知道整个欧洲的历史了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个战争会发生 泽连斯基说 全部都是因为拜登的政策 让俄罗斯的油管运输开通 某层面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还有什么呢 美国在2014年的时候 明显的介入乌克兰的政治 搞了一个欧罗卖单的这个 亲欧抗议示威活动 而且要革命 是不是也是真的 对这也是真的 那这些都是原因 还有什么呢 北约向东扩张了好几年 是不是在柏林墙倒塌了之后 George Cannon Sam Noon 还有这个Daniel Patrick Monahan 这些冷战时的英雄都在说 北约千万不要往东扩张 不然你会惹到俄罗斯 到时候冷战就不是冷战咯 会真的开打咯 结果北约就是扩张啦 原本西方国家跟俄罗斯中间 有很多的中立国 就现在这些中立国 全部被逼着选边站 然后俄罗斯感觉到被威胁了 现在就是降对降 帅对帅 就是会有摩擦 会不会是问题所在 当然啦 乌克兰是不是个很腐败的政府 对啊 那我们现在送过去的钱 物资跟武器 都不知道在哪里 会让你感觉很惊讶吗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之前不知道吗 还有左派媒体 例如像CBS 他们现在拨这些改变想法 自我打脸的东西干嘛 可能代表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这个战争 没有像西方媒体说的一样 乌克兰什么有多勇猛 多么勇敢 俄罗斯基本上完全没有机会 整个乌克兰草木皆兵 兵来将党 跟传说中的增田丸 一样顽固的守护家园 结果他们把冷饭炒了半天 全美国都来支持乌克兰给了一堆钱之后 他们现在好像发现 这个战争好像不是这么顺利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注意点稍微转移一下 现在好像要把乌克兰政府这个腐败露出来一点 这样子战争失败的话就好像不是我们报导错误 而是因为他们其实很腐败 那这是其中一个可能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呢 另一个可能更可怕 就是他们看乌克兰对于整个东欧 封锁俄罗斯很重要 然后他们发现 我们好像一直丢钱丢枪丢子弹 给这些乌克兰人 好像没什么用 现在我们要直接进入才可以 我们要直接介入才可以 所以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是 我们还是要守住乌克兰 保护民主 但是他们的军队挡不下俄罗斯 我们要亲自送我们的年轻人 让他们上战场送死才可以 为了整个欧洲的自由 我们也必须牺牲 那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将会在接下来几个礼拜里面 看到媒体对于整个乌克兰 还有俄罗斯的战争报导方式 这个是两个很有可能的方向 因为这个突然观点改变是非常奇怪的 而且在一个战争机器当中 这样子的改变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改变 媒体在报导战争的时候 都是透过国家利益的 所以说未来会怎样 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知道的就是 不管你是支持乌克兰 还是支持俄罗斯 我们一直都在被骗 我们一直都在被骗